新北市中华民国十方爱心慈善会 27号上午开着大货车 满载的9000斤白米 450包民生物资 还有22万5000元的关怀金 来到吉安乡行善不失 并且由红扇建设机械来协力 运用推高机把爱心物资平安泄放 乡长有俗真很感谢各方善心单位支援 让吉安充满了温暖与幸福 80多位志工年龄从6岁到70岁都有 星期六一大早搭乘游览车 从新北市来到花莲吉安乡 并带来9000斤的白米 450包民生物资 还有22万5000元的关怀金 要发放给吉安乡的弱势儿哨 还有急难救助个案 基本上每个月我们在 每个月固定有差不多200多户的 提供生活物资 就像今天一样 每个月固定的 还有一些任养儿童 就是一般学校的 很困苦的学生 我们就有小学 支援到他小学毕业 好像很多很多个学校在花莲 玉里国小管兵国小这些都是 台东大五国小很多学生 还有这个商账 商账的援助 商账援助 还有一些紧急救乱这些 提担救助 感谢乡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到贵乡可以帮忙做这些善事这样 这次捐赠的物资数量庞大 在地的企业宏盛建设机械更是公益协力 运用推高机把爱心的物资平安卸棒 乡长游淑贞感谢社团企业支援 让局安充满温暖和幸福 首先感谢中华民国十方爱心慈善协会 为我们益助满满的爱 今天带来四百五十份的物资以外 更带来每个家户五百元 总金额二十二万五千元的 这样的一个关怀金 也谢谢我们宏盛企业 因为我们的物资太多太大的亮点 所以由我们宏盛出具的机械来帮忙 谢谢我们爱心慈善会的李理事长 带领的团队 我们看到三岁的娃娃 在帮忙协助发放工作 也看到七八十岁的长者 为我们开心的爱心挹注 吉安乡特别来感谢我们慎心的 这样的一个铺陈 也谢谢远道而来 给我们挹注地方的力量 八十多位志工熟练的分装物资 并且接待每一位前来领取物资的民众 还贴心的帮民众把很重的十斤装百米搬到车上 最后还有五百块钱红包发放 让吉安的弱势乡亲相当惊喜 也感受到来自社团的爱与关怀 介续会吉安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